13歲這個活潑浩動的年齡 大多數小朋友都是讀書和玩 但在湖南恆陽市恆南縣一個姓羅的少年 網引成績之餘更加沒有人性 他和父母拿錢去上網被拒絕之後 竟然用徐仔殺害父母 羅姓少年的伯伯跟他班主任說 爸爸因為是老來得子 所以對他比較痛疼 羅姓少年殺害父母之後著草 監控拍到他最後出現在一間網吧 他還用爸爸的身份證買票 由湖南著草去到雲南大里 公安在1月2日將他拘捕 除了羅姓少年殺害父母之外 在同一個月 湖南12歲少年吳某因為吳憤氣媽媽管住了 心生怨恨渣刀殺害自己母親 這兩單案件引爆輿論 中國刑法規定 未滿14歲犯罪無須要負刑事責任 不少網民都諷刺說 沒事的橫店都不用負責任 但更多網民就呼籲要修改刑事責任年齡 令到行兇者要受到相應的制裁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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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